花蓮美人西畔小巷中 这一片日式建筑 新建于昭格时代 距今已有83年 是当时最高军事指挥官住所 以此被称为将军府 它的建筑部分 是采用原产的台湾块木来制作 比较可惜的是 经过岁月的侵蚀之后 目前看起来相当的破旧 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到 有一些扫兴 多了很多那种木头 普普丁丁 对对对 是几块 只说没有稍微整理一下 竹建筑目前已钢架遮挡壁库 还没整修前外观破旧 内部也残破不堪 但悬挂上红灯笼之后的 双屏建筑格外古葡 庭院前的夫妻树 交缠后自然形成了空隙 沿未形似台湾 让人责得称奇 这个地方自然形成的 非常复古的感觉 复古的感觉 很漂亮而且很放松 走入将军府看到的 不只是日剧时代独特的建筑 更见证历史 结合附近的松原别馆 也让游客仿佛漫步小京都 简教会王志文花莲采访报道